再为您来线请到的专家是分析师 谢宗宁了 宗宁好 来 大家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宗宁我们先来看一下 虽然之前大家会觉得说 好像沃应该不会开打吧 没想到普丁这个狂人 说开战就开战 那我先要问宗宁的是 因为今天的一个战争开打 的确对全球的股市面 带来相当沉重的压力 现在盘中一路的往下做急措 有点城市慢压出龙 加剧大盘叠势的一个发展 我先问宗宁的是 面对大盘的K线 今天这根黑黑豹 已经把前低17633点的 颈线位置先行做失守 如果失守的话 我们再把图缩小一点 巴最怕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M头的压力 现在下方的半年线位置 有点点岌岌可危 来到这个位阶 今天要怎么做观察 该线跑为妙吗 还是说有望也迎来 所谓比较强劲的反弹呢 其实如果说你用我们就线论线来看的话 今天就是有跌破之前的1月底的那个低点 跌破低点的话 其实如果说你再搭配现在这个战争 这个是系统性风险 其实我个人认为 其实你必须要从那个市场里面稍微收一些资金回来 稍微收一些资金回来 因为其实它会创低 其实创低的话 说真的这个到底就是这个地方会马上反来还是怎么样 这个东西其实你要看到后面会不会上谈判桌 但是如果说你就这个走势来看的话 其实它破了就是破了 破了就是转弱 转弱的话其实就一个正常的动物来讲 就是你要把钱稍微收回来 因为现在其实不是只有大盘在往下调 那你加权这个都往下调 那你要看一下这个战争 它是不是真的有可能会发生 因为现在的讯息变得看起来是 好像要开打了 但是普丁又说他不会出行乌克兰 所以那到底怎么样 这个我认为后面的讯息我们正在观察 不过你去看那个今天那个油价跟金价 对 其实油价跟金价都已经冲上去了 也就是说之前在说开打的时候 之前都说打仗 油筋没动就可以不用理他 那一定说一说 但是今天没什么样的 就是一个基金价法的下认之下 油价跟金价都已经都已经创得进 那个近期的新高了嘛 所以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哦 那如果是真的话 真的话那你创新低其实就一个正常动物来讲 像我刚刚跟达提的 这个你必须要稍微收一些资金回来 如果说后面真的是上谈判桌的 又没事情的盘又开始回闻的 你再买回来嘛 因为你要买个保险嘛 你要避免什么 你要避免后面是万丈深约嘛 如果说真的怎么样的话 又一根明天又一根下去的话 那你全部都套在里面 如果说你是融资买的 你后面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这个地方我认为就是 你稍微收一些资金回来 如果说后面有掉下去的话 有掉下去的话 当然就是你手中有钱 你就可以干嘛 你手中有钱你就可以准备抄底嘛 保留实力保留子弹 对啊你就有一些价差 因为你如果说有出掉 后面有掉下去的话 我相信这个中间会有价差出来嘛 有价差出来的话 你再买回来的话就是你股票债 但是呢股票债你又赚到价差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保险的做法 所以如果说以今天部分来看的话 我个人认为就是你形势走到这边 我觉得这边你大盘往下掉 然后你OTC OTC这边也是有点往下掉 都有点迫切的样子 其实应该就是稍微收一些资金回来 可能会稍微安全一点 然后呢如果说后面有上谈判桌的话 有上谈判桌的话 我认为这个量子再买回来 当然这个地方就是 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向说 他是有机会上谈判桌啦 因为真的打起来哦 这个打起来 其实大家真的想要打仗嘛 我相信这个大家也都不愿意 没有人愿意 对没有人愿意嘛 那如果说上谈判桌的话 你就想上谈判桌可能反弹会很快 因为像这种信用线风险产生 因为像挺确你看 现在是跌400多点 跌天板只有三家 它不是那种全面躺平 二三怎么集市全部躺在那边的 不是耶 只有三家而已嘛 所以就是市场上认为说 其实虽然说现在情势很紧急 邮件往上涨 但是应该后面还是会做上谈判桌 那他们做这地方你就要去想 到底什么样的股票 他是可能有机会第一线谈生的 那有机会先谈生的话 其实我认为形象法人跟散物的做法 可能不太一样了 因为散物可能就是 好恐怖啊 全部停损 然后全部出光好了 那如果说就法人来看的话 因为法人 他买的一定有基本面的股票 那有基本面股票的话 你后面真的比较稳的话 其实稳的话 他会不会就他手中股票 稍微先做一个自救 如果说有机会做自救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要先看一下 法人最近到底买最多 手中最多是什么东西 其实如果说你那个 从上礼拜开始 你抽码打出来 你会发觉 其实反而买最多 他记忆体买最多嘛 对 没错 可是今天记忆体有利空啊 比如说什么美光市井 说这个记忆体 半导体的攻击改善状况 不如预期 会拖累到低润念的 让南亚科黄邦店都很警戒吗 刚好遇上了今天开打利空 这恐慌性麦娥就出笼了 其实像今天这个开打利空 这个系统性风险 说真的 它全面性下跌嘛 它全面性下跌的话 但是如果说再加上这个记忆体 也就是记忆体的部分 应该今天是双重利空 对不对 双重利空 没有一次电影板 没有耶 有中错没错 但现在大家都中错 但如果说你继续看这个新闻 我觉得这个新闻 它讲得也蛮有趣的 为什么有趣呢 美光它讲 它主要说PC跟手机的部分 因为那个长短内的部分 所以就是会减少一些量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你就手机 不来看的话 现在是二月 现在谁不知道 年中的时候会出新手机 你苹果每年都出新手机 然后你的什么高通的 什么骁龙8 骁龙8G1 现在又销到台电的什么plus 然后联发客的天机9000 这都是年中部分要出的 它又不是现在开始买 所以如果说你从这部分的话 大家都知道说 手机的部分其实就年中出来 所以你现在年出的部分 其实年出销量 每年年出手机的销量 不是都不好吗 就是因为都中间有新机 那你再看PC 其实PC的部分 它主要用的是什么 它主要用的是DDR4的标准型 所以如果说你去看那个 那个新闻仔细看的话 美光它就说就是PC跟手机 那主要是用在DDR4的部分 可是我们近期在长什么 近期是不是在长什么 群联啊 威刚这些 对不对 就从上礼拜那个凯腾 就是凯甲 凯甲跟威腾 那个才到污染的时间出来 那他们直接先长什么 他们是长NAM Flash 而且是3D的NAM Flash 3D NAM Flash 基本上用在什么 其实他们之后面有个期望 就是第二季的时候 就是Intel跟AMD有新的伺服器晶片嘛 所以他们主要用在伺服器嘛 所以这是一个 那个记忆体的部分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用在PC 一个用在什么 用在伺服器 那如果说再讲到那个 华邦电跟那个旺宏的部分 他们主要比较偏NAM Flash的部分 那NAM Flash的部分 当然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立机型的记忆体 那立机型的记忆体是属于什么 是DDR3的立机型 那DDR3立机型 其实你看华邦电 或者说旺航法案最近也买很多 那买很多的话 除了这个报价 后面是有机会长的以外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你之前就是韩国 韩国是一个很大的竞争者嘛 那韩国这个大竞争者 他们现在把DDR3的部分 这个制程转去做什么 转去做CIS嘛 CIS就是影像感测器啊 不管是用在手机 还是用在现在那个车用雷达 什么ADAS的部分 所以韩国把那个产能 他转去做那个CIS 所以呢 所以如果说你这样看的话 你可以发觉 一个是在讲什么 一个是在讲DDR4的标准型 一个是NFH 三低的NFH 一个是DDR3的立机型 所以根本就不一样 根本就不一样的东西 你全部把它和在一起讲 和在一起当然今天是无差别下跌嘛 但是呢 但是如果说你在看那个筹码的话 你能不能发觉 我们今天今天基本上 还没出来不用看 但是你看到昨天为止的话 你会发觉 不管是那个群联啦 威钢啦 华邦念旺 这个法人不是都还在里面吗 他们是落跑了是不是啊 没有落跑嘛 所以全部都卡在里面嘛 那如果卡在里面的话 如果说后面这个盘 只要说这个战事 有那个上谈判座的这个讯意书碗 那上谈判座的讯意书碗 开始反弹的话 现在法人 我相信如果说 你用现在看法人怎么样 后面就因为法人他套住了嘛 套住他想解套嘛 你要么就停水 要么就解套 想办法解套 这些法人应该是 想办法解套嘛 因为他第二季真的是 报价是有缺上去的吗 所以我个人认为 就是像今天这个 美光这个新闻 我认为就是你中心来看 因为他讲的就 他讲的是DDR4标准型 跟那个3DNAM Flash 跟那个DDR3的部分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认为就是 有掉下来 一样你可以留意 当然我们刚刚师傅讲到 像这些股票就是 反买它主要的理由是什么 主要的理由就是 第二季有那个 伺服器的新的平台 对不对 那伺服器新的平台的话 你在看那个 这个题材 他们活种在 他们活种在 你看那个 双红跟那个旗红 像双红现在也跌了 有了 跌个五毛钱 今天还怎么样 今天还创新高 但是他讲的理由是什么 为什么他今天还可以创新高 他理由就是 理由就是 他是做那个伺服器的散热 所以这个题材在不在 题材是在的 那股价是不是多头 也是啊 还创高呢 对啊 那今天跌 今天跌不是很正常吗 要打仗了吗 所以就是 无差别下 情况下 像这种强势股 我认为就是 一样啊 你看双红也是 法人全部卡在里面嘛 然后你就看那个 3017的齐红 因为双红不太可能 自己涨嘛 都是拉着什么 双红涨 齐红就涨 不然就齐红涨 双红跟着涨 那齐红也是一样 你看那个也是 投信买了一缸子啊 那他们那买什么 就买伺服器的散热嘛 所以这个题材 我认为这个理由 提材他是在的 那提材在的话 只是遇到 像今天这种行情 这么鸟 这么鸟的话 就是稍微后面稳一点 但是稳一点的话 我更认为 你后面稳的话 你要来接 还是一样 接这些法案 有的可能会 稍微安全一点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宗领 因为你看 我在今天盘面当中 的确啦 今天指数非常恐慌 很多的一些 电子金融传产的 全职值预复股 今天当然都成为了 外资大提款的标的 可是为什么看起来 对台北股市 有些个股看法 是不是不用太过悲观呢 有些还逆势 创波段新高的个股 我们快速来扫描一下 像加龙 智幸亦飞往01凤凰 其间观光股表现 也还不错 为什么看起来 大于对于解封题材的 期待 还有这个展望 似乎已经远远 盖过对乌二战争的恐慌了 另外还有就是 你刚才所讲的 有些逆势创波段新高的 一个电子取标股 法人是没有弃手的 所以终于 我再拉回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就帮大家追踪了 除了伺服器 车用 包含了电池领域 我们就问 到底它会不会是 战争开打的题材之下 最好减平的时机 因为这一次 俄罗斯跟乌克兰 其实对于这相关的 一个贵金属 已经马上造成了影响 包含了镍 还有铝的一个价格 持续在进行狂飙 如果这个价格 现在在战争的 一个疑虑之下 还在做进步推升的话 台股里有没有受惠股 现在反而可以注意呢 其实我认为 如果说真的要流域的话 你还是流域趋势股 像刚停轿讲到 电动车对不对 对 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 好开打的 你电动车 请问你这些国家 因为现在是全世界的发展 你全世界现在发展电动车 你后面会不会继续做 还是因为开打了就不做了 不可能嘛 就继续做嘛 所以它是什么 它还是一个趋势嘛 而且既然是趋势的话 其实现在在美国的部分 其实现在电动车 各家厂牌都有 那各家厂牌都有的话 其实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是不是电动装 那个规格 不太一样 就是你用你的 我用我的 就是就像现在的手机一样 现在手机就是要 统一规格了嘛 那如果后面 要统一规格的话 我认为就是因为现在特斯拉的市占 基本上它是最大的 所以呢 所以特斯拉的充电桩 其实像这种电动车充电桩 就是你不要把它想成充电桩 你要把它想成基础建设 对 对那基础建设 如果说真的要开始下去做的话 那到底谁是特斯拉 那个充电桩里面的 里面的供应商 其实我认为 就是在现在 如果说有震荡的话 你可以留意两只股票 那不是叫你现在买 就是你可以留意的 如果回稳的话 你可以留意一下转强的点 一直是6217的中摊震 它是什么 特斯拉那个充电枪里面的零件 就是那个充电枪的部分 就第一个6217中摊震 再什么 再就是限速 限速其实打进特斯拉 现在开始今年要出货的 是那个3092的红缩 其实你看它前 就是在这个月初 是不是涨了一大段 对不对 这个月月初从50块 一路冲冲到65块 直接涨三层 那涨三层 其实那种在之前 就是在那边整理来整理去 然后忽然拉起来 它一定有事发生 没事不会动的 那整个拉起来之后 现在呢 今天也是跌 今天跌不是很正常 今天跟它跌得一塌糊涂嘛 对啊 所以像这种拉上去涨三层 然后呢 这种强势股 你不是要等拉回早卖点吗 拉回早卖点 今天掉下来 掉下来在什么地方 它现在实线还没摸到 也就是如果说实线摸到的话 其实像这种就是 那个中摊震 跟那个红素 他们都是特斯拉充电枪 就是充电桩这部分的零组件 一个是充电枪的部分 一个是限速 我都很想像如果说 后面有回吻的话 就是这个第一个 这个部分可以留意 再来就是电池那个正极材料 因为电池正极材料部分 现在很吃惊 听说 听说的 听说那个目前的库存 只能撑到七月份 那撑到七月份的话 就两支可以留意嘛 一直叫什么 一直叫康普 一直叫美琪嘛 那如果说看这两支的话 哪支法人有 康普法人有 美琪嘛比较投机的 但康普法人有 那就是 也就是看你个人的个性 因为要涨 通常两支都会涨 如果说你要比较投机的 就美琪嘛 你要比较稳健 反而会买的 基本上就康普 所以呢 所以就电动车的部分 我更认为 其实像 现在这种行情 掉下来 就是有大震荡 但是这个趋势股的部分 我认为还是一样 可以稍微留意 好 非常感谢 总理我们带来 在目前盘面当中的 掌握跟观察